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进攻的过程是不能掉以轻心 这时候高星直接上马去 goo 打破大门的反而是战神女卒第六分钟 哇这个时候 其实是有点跌破大家的意料之外哦 战神女卒今天几次的就地反抢以后的反击 都能够造成航员捏了一把冷汗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先打破了大门 除了刚刚提到的新北航员这个赛季的进攻 真的是非常凶猛以外 我们先拿这个头顶 goo 陈彦平在罚球区域里面等待队友的一个传冲球 头顶直接破网 第15分钟新北航员立刻的把比速给追平 谷新慧 这边球还是被夹掉哦 陈彦平 身体的对抗性 两边的10号卡在一起 继续的由左边往底走 左脚传出来 机会不错 继续露掉 goo 从右中场插上来的曾云琴 第27分钟 新北航员的第100颗进球制造者 这个时候除了第100颗进球以外 新北航员更是拿回了领先2比1 领先战神女卒 航员的进攻 陈彦平 没有过 这边拉扯 裁判最后给了犯规 好 田中美和 开出来位置不错 goo 哇 这一个球 给的位置算是完美啊 新北航员的2号 玉森如纳 从后卫上来参与这个定位球的进攻 摆进了上半场比赛 也是本场比赛 新北航员的第三颗进球 3比1领先 从人群之中串出的一个进攻选手 定位球以后反而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再往右边分 高兴 稍微有一点横向 防守权这时候站好了 高兴的射门 王凯旋 原地起跳 战神又来了 左边很好的位置 摆进了 妈 中柱 哇 这个球相当的可惜啊 在旁边的 来跟着一下 先看到这边 陈彦平 左脚射门 被Block住 陈彦 以往中间给位置很好 但是没有队友 余文杰上来这边被半倒 裁判给12码 本赛季木兰联赛目前为止 并列第一名进球榜的李毅问 六颗的进球 有没有办法 在球队的这个赛季 最后一分钟的比赛 再来打进 有办法吗 被挡出 补射 过高 李毅问 没有办法独居进球榜的榜首 那在这个时候 没有错 两边都没有办法 收获很好进攻机会的情况下 主筛伴 吹响了这场比赛最终结束的哨音 最后就是 新美航员 在福人大学竹车场 以3比1 击败了战神女主 而这四颗的进球都发生在上半场